主料,蒸米饭200克,鸡蛋一个,辅量,寿司醋一勺,盐一克,白砂糖4克,胡萝卜20克,黄瓜20克,三萝卜一根,沙拉酱,排他一张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萝卜黄瓜切成条加入醋,糖,炎炎至入味。 鸡蛋一个加点而言大散,入锅盘成蛋饼,取出晾凉,米饭蒸熟2至40度加入寿司醋大云,鸡蛋切成丝,把海盘放在竹帘上铺上布布的米饭,用勺子攀匀,抹上沙拉酱,放上蒜萝卜,鸡蛋条,黄瓜条,胡萝卜条,然后卷起,最后用竹帘卷烧紧,用刀切成段,如果刀粘米, 可以用凉开水冲干净再切,装盘,一个人的午餐好了,烹饭技巧,最后卷的时候烧紧点,这样米饭不会散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